看起来容易做起来的 隔行如隔山就是一看都会 一做就废 做不了 这个蛋黄跟蛋清 一定要打匀式了 这个玉米淀粉完全融合到一起 如果说打不均匀的话 到时候摊出来鸡蛋皮 白的白黄的黄的容易不好看 大家好 我是新歌 今天来到的是河南风秋啊 风秋的话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啊 长寿之乡的人爱吃什么 可能你想不到啊 这磕了一个坏鸡蛋 一锅鸡蛋就废了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都是这个机场里面 他们刚下了鸡蛋 你说有坏鸡蛋 根本都不可能有坏鸡蛋 但是温度的鸡蛋 对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红红浅温 葱姜 这是调料 就是这个普通的料 那你这普通的料 为什么比别人做的好戏呢 关键是这个肉 选肉 一定要选这个大分瘦 二分肥的后腿肉 这个做起来比较筋道 选的原材料 跟那个做工的工艺 各家有各家的差别 没有秘方 在打馅的时候 一定要顺时针打 我做了二十多年了 过年过节的时候 每天要接待好多顾客 每天要说好多话 长年嗓子都累坏了 没出锅他们就定完了 拌匀以后 加那个红薯淀粉 调好的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一定要选一个那种优质的 卷尖好吃不好吃 但是跟这个红薯淀粉 也含有太大的关系 外皮用鸡蛋皮做的 徐称黄泡加深 它是玉菜 它起源于宋炒 北宋 照控于黄泡加深处 摔打一下更筋道一些 用手打出来的这种馅 比机器搅出来的要好吃一些 原来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 这个卷尖代表着我们的风秋的美食特色 一般招待客人都会选用这道菜 现在生活品质提高了 啥时候都能吃到 凭我们三十多年的经验 就是这个馅打得比较粘稠一点就可以了 一般一张皮需要三个鸡蛋 一分钟可以摊两张 这个不如蝉意的 一般晚上睡三四个小时 他们都一下子订一百多箱 一百多箱一万多 这一张一张的都不粘 这一打有多少张 这一打有五十多张 每一张你看这个厚薄都要均匀 如果太厚了影响口感 太薄了也卷不好 这个鸡蛋皮一分为二 一张鸡蛋皮可以卷两条卷尖 这个也不能稀了 也不能太稠了 不用这个粘不住的 主要是让这个馅跟皮粘合到一起 淀粉水主要是起粘合作用 让鸡蛋皮跟肉馅充分的粘在一起 要是切的时候不容易散 你这一个是多重啊 一个七两半到八两 我看你这也没有撑呢 没有撑 这个手就是一杆撑了现在 撑起来气五十分钟 撑起来气五十分钟 这个像碗炸鸡一样的 我是切八十 我啥子不一样的 电线一催一半它快凉的哈 过年的时候买得多 过年的时候买就是 不到一碗碗差不多了一成 一条多少钱呢 三点也买十五 我走了啊 走 这个大爷是多大的 九十八岁 天天来吃咱们家卷煎 对 一天吃多少 一天早一根晚一根 他就把这个当主食吃了 对对对 厉害这一天吃了一斤多肉啊 是啊 哈哈 这里面都是盛肉的 盛肉你看 里面多少肉 风秋美食最出名的就是卷煎了 看一下这个卷煎呢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原味吃的话 这个肉香味非常的浓郁啊 而且的话它就是一个基本味 就是一个咸咸味啊 所以这个我想南北的话 它都能够吃得光啊 当地人呢 喜欢用这个蒜汁啊 站在这个卷煎吃啊 这个搭配也有它的精妙之处啊 吃肉不吃蒜 香味少一半啊 我们看看这样的香味 是不是更浓郁啊 这样吃起来通过这个蒜汁 这种刺激啊 感觉这个肉进到口里面 非常的柔和啊 单吃的话 可能吃多的话 会有一点点烧烧的腻感呢 但是这样蘸上这个蒜汁之后啊 就完全没有了 感觉这个卷煎的话 比那个国外的什么午餐肉啊 我感觉这个味道会更好啊 而且的话 这个卷煎在这边 现在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一千多年的话 估计国外的话 还不知道这种吃法吧 所以外地的朋友 如果来这个风球这边的话 也可以来尝一尝 当你特色的这种卷煎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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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